这部就是刚刚新到香港的 Redmi Note 8 Pro 了 到底有什么卖点? 不是五大平台 不过都是关于数字时格 是64 6400万像素 不过竟然是一部2000元不用的新手机用到这个新功能 Redmi Note 8 Pro 是市场上第一款 创用6400万像素相机的手机 兼且配备6.53吋的水滴屏幕 4500mAh的电池 以及机背四镜头的设计 眨眼看还以为是一部中高阶的机种 不过所采用的处理器 都令到不少人都会有疑问 很多人看完SPEC 都觉得这颗MediaTek 12nm制程的CPU不够 到底是否真的不行? 会不会过热? 还是要试一试 用OnToto跑分得分超过22万 处理器得分方面也超过8万 得分而比中加机处理器S730为之高 然后就以新推出的Call of Duty Mobile 游戏 做一个测试 要留意的是 这款游戏是腾讯开发的 玩和不玩 自己决定吧 但实战画面方面 确实十分流畅 没什么好玩 手机在加入了铜管水冷散热系统之下 玩了大约10分钟 机身最轻微变暖 散热效能也过关 再试一试声画的表现 播放Joker的预告片 画面和声音表现都算合格 而且手机电量相当高 长时间打机或看片都够用 说一下拍照 手机除了标准、广角、景深镜头之外 还持有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 不过影像质素真是影真一般 解像度低 也有油画化问题 相比与同类型手机也较弱 觉得这次也有点多此一句 至于Note Sprout Pro 在光线充足情况下拍摄 真的没什么大问题 以下影像 都是开计了AI功能去拍摄 反差较大的环境都处理得不错 但无可避免地下 都是轻微的指边问题 夜景方面 就用来与公司旗舰机小米9T Pro 作为一个比较 最明显是Note Sprout Pro 镜头会比较弱 但色调方面会比较偏冷 再放大一些看看 雜讯方面虽然明显减少了 但很多细节位都严重磨平了 用夜景模式拍摄才有些细节 整体表现都不算太差 最后当然要试试6400万像素的拍摄 拍摄界面方面都有专属的选项 原体和1200万像素分别好像不大 但Zoom近画面 就看到6400万像素的威力 巴士路线牌上的英文字都看得很清楚 试多一张 就算外面环境多黑暗 用6400万像素拍摄 都能令人看得更清楚点数球 至于拍片功能方面 已经是一般了 这几段影片都是Handtel去拍摄 没有防震下也有得挺厉害的 但以不到2000名的售价 油感的功能和水准 都可算为极为难得 但相信最令到香港用家猶疑 应该就是他的国产手机身份